郁晨他们刚才怎么评价 郁晨我都没有记 我直接就放弃他了 我觉得 郁晨是什么 全都是用的法律的那个条款 就直接写进去 不 他说的是 他是一份法律分析 哎 徐徐徐徐徐徐徐 我们偷看一眼 你觉得要看吗 偷看一眼 哇 这么长 作为当事人层面 我拒绝看这篇小论文面 你想我在家里被太太打得起 七婚八四五的 我现在在看篇论文 先给你敬业的好不好 反正这俩 你给我看的 肯定就不用投票了 给我看一份 哎 好 来来 都看吧 都看吧 来来来 我感觉邱仪肯定会这个后期这个 你知道什么 崛起 敬业这个一看 当时 紧张的呀 意思完全打反了 我想问一下徐律师 一轩的这个结尾 还写了两个字 祝好 祝好 祝早日康处 泽灵第一句话我就笑了 苏伊昕您好 我是均和的 你好 哈哈哈哈 哈哈 怎么那么可 苏伊昕您好 我是均和的 我是均和的 哈哈哈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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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个好难啊 好难啊 第一名应该是泽灵 泽灵呢 我觉得肯定是二之中二二选一之中 是吗 一二之中是吗 对 泽灵 每个人的细节其实都有问题的 只不过在短时间内神移面上能够基本上有一个设计 因为泽灵他有一个优点 首先他的对话感是直接让客户能看懂的 但与此同时他还提供了法律法条的一些信息 所以呢 就是算是有里有面 嗯 对 泽灵是准时教的 丁辉也是几乎几乎是准时 说丁辉是什么 好像均和事务所他对整个事务所不了解 而且他还有第二个教的 这样吧 泽灵第一丁辉第二 哈哈哈哈 开始开了四个之后 选了一个没看的 如果我们现在就是把这次分拿开来看了 导演会上来撕我们吗 不会的 对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如果里面根本没有丁辉的 看一眼看一眼 快徐律师迅速 假装我们没看 我们聊别的 丁辉这个人不错 哈哈哈哈 哈哈你这是别的吗 我们一个我们这个人不错 他这个是比较实物的 他比较像律师给当审的一个回复 是吗 对丁辉的丁辉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也太快了 主要是他嗯 惹上司生气了 但是我跟你讲啊 你按照史律师最早给出的一个重要标语 我希望这份东西给到我 我能改的越少越好 希望就是说 啊 我能改的越少越好 其实史律师只需要改一个盒子 哈哈哈哈 基本上我觉得这份可以用的 你这么笃定要他能进对不对 哇 怎么着快点 太太刺激了 哈哈 令人心惊得奥 这样 我们再简单梳理一下 每个人不可不可饶恕的错误 好不好 就是把它拿下来 对 王霄 因为主体就错了 主王霄第一个拿下 对 主体无法用 王霄王霄 听嘀嘀 学霸被我拿下了 哈哈你干嘛呀 好 呃刘一刘一诚因为交的晚 最晚交的最晚 然后质量也一般 对对 永飞发错了 那个应该是 发错邮件 发错邮件说明没没看 永飞 这也是个比较致命的问题 致命的 比较致命的错误 如果你发错客户了 得第一名是是不太可爱 哇塞 结果剩五个了 一轩呢 我觉得也 太专业 是吗 他写的太专业 看不懂 对 不太像是给这个 当时如果这样的话 那邱仪也够呛 哎他他们那个 何谷人他们还夸他呢 他说他那个四个沟里面 是哪个沟没对 就一个沟是 红到 我觉得他逻辑蛮清晰的 他提到律师费 这个算职场利用服务意识 我是觉得 如果真的是第七第八 拿第一第二 更好看 略有一点是好看 但略有一点做做 但是 但是有的时候 好痛快 好难 他也都有 够痛快 够痛快 哈哈哈哈 现在就剩这三个 这三个里面 我觉得 敬业的不如他俩的 那我们就去交赛那个 泽霖跟丁辉之间 这么刺激的吗 这个丁达的节目 这个丁达的节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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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